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政府宣布228起 U-Bike前30分钟免费 鼓励民众使用律运输 扩大U-Bike使用者的版图 2025月18号起 北市减碳律运输 U-Bike前30分钟免费 运动消闲 保健康 中情同学 罗美通 欢迎 多加利用 为了让台北成为安全之都 运动之都及未来之都 并落实2030 北市减碳40% 及绿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 台北市政府2月28号起 实施U-Bike前30分钟免费 且同步扩增测量规模 也谢谢我们局处同仁 以及很多市民朋友 给我们的反馈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也做了很详尽的研究跟规划 相关的配套 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以及调度站点的统计 持续监测 所以选在明天正式上路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希望让台北市持续朝向 进行碳盆目标前进 达到减碳永续的共同目标 其实我想台北市 我们身为首安之都 我们的施政院底 永续购融希望首都 永续这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表示这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所以今天U-Bike前参数免费 不只是在交通运输 在居住 在废区处理等等各个面向 我们全面动起来 而交通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U-Bike在台北市 我们有1338个站点 是部件全国最高 也是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我们应该借由这样的优势 鼓励市民朋友来使用议运输 使用U-Bike成为它运据的项目 最优先的选项 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推动这样的政策 我们也做了相关的配套 我们不只是增加车辆 我们扩大我们的规模 我们也预计在接下来的三年 会投入一万两千辆 今年就会有六千辆 那我们会逐月的来增加 同时我们也是随时在监控 每一个站点 它的逐界次数 建车率 以及调度站的建车率 我们会即刻的做紧急的应变 我们有承认紧急应变群组 另一方面 我们也对于每一个站点 无车无站的情况 有监控仪表板 随时掌握情形 另外 我们也增加了调度人员 以及调度车辆 我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上路之后 而面对各项的可能发生的困难 我们即刻的来解决满足市民的需求 其实我们很重要是希望 达成我们阶段性 净零碳排的目标 2030减碳40% 也希望我们的绿运输使用率达到70% 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市民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努力 另一方面 我们也推出了减碳存折 所以未来使用U-Bike 也可以累积到我们的减碳存折当中 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各项的方案 来鼓励大家尽量的使用U-Bike 搭乘捷运使用公车使用绿运书 来成为大家交通的运具 那最后我要再次的谢谢我们维丹 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 以及在推动这项政策付出的伙伴 能够让这项政策提前正式上路 1430分钟免费以后 我们预估整体的租借次数会增加到15% 那因为我们之前大概除了定期票 跟转称优惠以外 大概有50%的人 现在已经享有30分钟免费了 那我们现在实施30分钟免费 原本50%的人 他要付费的人 他现在也不用付费 那我们预估一年 大概新增2700万人次的租借次数 是不用再付费的 那大概可以增加 整体可以增加15%的租借次数 那可以减碳7000吨 然后可以减少18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未来我们搭配我们的扩生计划 我们除了车辆会增加 1万2000辆以外 到2017年会增加1万2000辆以外 那我们的站点 也会从我们现在的1338站 增加到2000站 在115年预计增加到2000站 提醒民众 公车捷运双向转程U-Bike 就不再重复提供优惠 原同站还车再续借 需从原本等待5分钟延长为10分钟 避免占用其他民众使用权益 记者问军台北不到 113年学策2月27号放榜 根据人力银行公布 2024企业最爱大学调查 前三名的学校着重于数位 与各领域企业深度结合 显示企业最爱即占人才 人力银行公布 2024企业最爱大学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在整体排行榜中 占据前10名的学校 分别是成功大学 台湾大学 阳明交通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中阳大学 政治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 淡江大学及中正大学 显见国立大学品牌 还是极具吸引力 也是就业保证 其实企业主呢 他们希望的人才 是兼具理科 还有这个所谓的 各方面的多元知识专业 最好是可以结合 现在所谓的AI技能 也可以结合 现在的很多数位资讯 但是同时又保佑你的 可能是金融专业也好 又或者是人文专业也好 像这样子拥有多方位的技能 其实是现在跨领域的 这个所谓的企业 是最喜欢的 等于是说你是一个 多边形的展示 因为我们的这个问卷调查 它是分了很多的细项 那我们的调查 有整体排名 还有所谓的一般大学排名 那整体排名的话呢 我们看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 那一般大学的话呢 它是比较偏向是 综合型的发展 那整体大学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相对于来说 偏向跟外面的企业 他们合作的程度 是不是比较高一些 所以跟产学合作来说的话 评分会比一般国立大学的评分 要再来个更重要一些 其实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 毕业证书是一个入场券 但是通常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其实企业主就比较没有这么重视了 不会说完全不重视 但是重视的比例会随着你在企业待的年限 越来的越递减 因为一开始来说你是新鲜人 所以你前面只能看你的打工经历 还有社团经历 那再来就是只能看你的毕业证书了 不过在第二份工作之后 大家看的就是你前一份工作的表现 你前一份工作有拿出什么 比较特别的奖项或者是肯定 所以其实以毕业的学校来说 是第一张入场券是没有错的 今年几进前十强 获得整体排行第八名的台湾师范大学 有11%的国际学生 拥有国际化优势 而在私立一般大学排行榜中 淡江大学 辅仁大学 东海大学 依然位居前三大屹立不遥 其实台师大在这二三十年来 我们从这个培养老师的大学 经过三十年的退病 其实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二性大学 那各位可以了解到 台师大也有科学与工程学院 也有管理学院 去年我们更成立全台湾只有十家有的 跨域产创学院 这只有十个大学里面有 所以我们从传统的注重 私自培育的大学 已经变成说在理科 工科 管理等等方面 都非常完备的大学 这当然也是让学生有更多 在职场上就业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淡江大学现在已经在建立 整个云端校园2.0 云端校园整个包含 整个校园的全云端 所以很多的都是跟我们的台湾微软 跟或者是远传电信来合作 很多的一些合作项目 我们应用在我们的教学 行政以及服务上面 还有老师的研究 所以这方面进展非常的先进 另外我们对学生的教育 也非常重视资讯化这一块 我们在同事教育里面 设了一个学分的必修课 因为我们了解到 现在时代的产业 时代的趋势 产业的需求 无论是什么科系 都必须要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在公立技砖排行部分 台科大连续三年夺冠 而私立技砖则是治理科大 稳住冠军大位 受到少子化影响 私立大学技砖则力图走出特色 交出亮眼成績 就业不是一般找到工作就算就业 我们这里一直强调的是 学生能够适性 能够根据他专业 根据他能居住的地方 能够幸福的 能够在心思比较优的状况下 能够去就业 所以这种状况下 我们前提状况下 我们很重视的是 我们学生的训练必须注视实物 所以说我们除了学生毕业证书之外 我们还必须希望毕业证书能够加持 毕业证书能够加持 必须要考虑到 我们本身要根据市场的发展 未来可能要哪些工作 制合学生的 重状况下 我们学生在推 毕业证书要加上他的竞赛 比如国际竞赛 比如说有全国的竞赛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毕业证书就要加持了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学生能够考证照 优质的征照 红点 国际征照 国内政府的征照 科大必须要走向企业 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 不是毕业的时候才去跟企业连结 我们希望他二年级开始 就能够跟企业连结 稍指化我们学校的一个发展 其实就是希望给学生多元的一个资源 那所以除了这个经济文化不利的一个 第二专长补助之下 我们也是发展 那个一个系 一个特色亮点征照 举个例 我们目前知道 现在世界趋势是电动车绿能 所以学校也跟这个工信电子 老轩 轩明志董事长合作 在昆山科大就成立一个 工信电子的一个南部研发中心 那我们负责培育这一些学生 打造成为一个台南 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人才 在产业基地 那目前呢 也因为我们在开始来办理这个 iPASS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证照 那相信这样的一个资源投入之下 包含学校有15座的一个类产线 有这样的类产线 可以未来让学生呢 在跟产业的一个实习 可以多多的链接 最后可以无缝接轨 好就业就好业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智慧医疗 其实琢磨非常的多 那在医院在学校都成立了 这个人工智慧医疗的这个相关的中心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那对于学生来讲 那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看看外头的世界 那小的就是到临近的学校来做共同的学习 那所以呢 刚才也有谈到这个双足修 那我们的双足修已经是迈入到做跨校双足修 而且这是教育部所认可的 所以双校可以共同培养 那我们跟中兴大学 我们跟东海大学做了很好的合作 那未来这个基础也会再放大 人力银行发言人黄若薇表示 人力银行网站学测落点分析 会更新今年各科级分标准 帮助考生掌握精确的落点结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有立法委员罗志强主办的民主学校第四期开课 3月15到17号将举办民主改革营 这一次讲师阵容抽坚强 主题将聚焦在国会改革 报名到3月10号为止 欢迎30岁以下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报名参加 立法委罗志强与叶元芝 牛许婷三人共同宣布 民主学校第四期民主改革营即将在3月15号开课 主办的罗志强表示 民主学校第四期讲师阵容是史上最坚强 不但邀请前总统马英九 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立法院政副院长韩国瑜 江锦臣等54位立委 也将担任学员讲师 与学员分享社会大众十分关切的国会改革议题 几个重量级的大咖都已经答应过来 包括我刚刚讲的马总统 然后韩院长江副院长 都已经答应到过来朱主席 那54位立委 我也今天也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一邀请 已经大概邀请了40多位 还在邀请中 那目前大概只有两三位的委员 因为出国或其他的事情 没有办法来 那基本上到目前我们邀约的 这个委员担任老师的那个出席率 有将近九成 所以因此这会是一次最盛大的一个我们的国会改革营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报告 这次的这个国会改革营 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营队的形式 因为它是结合国会改革议题 还有青年训练营队 两个目标共同结合的 所以它会分成两大块 一块我们会有设八个国会改革 相关我们的法治改革的主题 举办论坛 那每次论坛大概都会有两到三位立法委员 然后再加上一位专家学者 然后再跟年轻的这三十位学员 共同举办座谈 所以会有八场论坛 那大概会有将近十场的沙龙 这沙龙就是邀请立法委员 然后跟年轻人来这个传承这个政治的一些经验 然后也做很多的一些跟青年的互动 就是说透过跟年轻人交流 也可以让所有参与的立法委员 了解年轻人们对于国会改革的一些想法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交流 一年三天的国会改革营总共有八个子题 八场青年论坛及十场青年沙龙 所有对青年朋友传承参政经验 也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契机 将担任论坛主持人及讲师的 叶元支与牛许廷也认同罗志强主办民主改革营的做法 这个机会大家互相交流 一方面认识我们立法院 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学生的角度去看说 过了这么多段时间 你们对我们的理解是什么 那其中有没有误会 那有没有需要我们厘清 或者是需要我们补充的地方 那这个交流我认为是蛮重要 我们都非常乐意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是提供国会改革的意见 或者是提供青年参政的分享 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多一个媒介 多一个空间 多一个机会 可以了解国民党的运作 了解立法院的运作 也为这个蓝军未来储备政治人才 多一份的力量 曾参加民主学校的学演 分享心得 觉得收获颇多 民主学校第四期报名 从即日起到3月10号为止 三天的营队结束后 还将征选优秀学员到立法院或议会实习 欢迎有志青年加入 投身公共事务 让国会改革增添更多青年世代的声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针对基隆东岸商场的争议 前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永称 在立法院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产权部分 不管是依照法规及合约 都不需要在他任内完成转移 另外林永昌还当场加码爆料 一块关心 对延烧许久的东岸商场争议 在产权登记部分 前金融市长现任内政部长林永昌 在立法院表示 根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 及契约内容 是在契约届满后 一约做产权转移 由于在他担任市长期间 业者都还在合法经营期限内 因此根本不需要在他任内 进行产权移转移转登记 他一直在回扯 这个所谓在我任内 没有去进行产权的一个登记 就是把出产法翻出来 或者是把当初的元契约找出来看 什么时候要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呢 是在这个契约届满后 也就是当这个营运的厂商 跟市政府的约届满之后 他必须依约来进行产权的一个转移 那就是包括他的租赁的这个 居滴建物 或者是包括新建增建的这些建物 不过在我的任内 因为这个厂商 他都在合法的经营的期限之内 这个契约并没有建 第二个是 他依照我们五年加三年加两年的 这样子的契约的这个设计 他其实后续还有两年的优先契约权 所以实际上在 不管是依照出产法 还是依照元契约 在我的任内 本来就不需要去进行 所谓的产权的移转 是现在谢市长 他要用一个 大家认为不合理 然后程序不正义 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要跟元契约来解除 这个合约 所以才造成说 现在有所谓的产权登记 的这个问题 我在之前其实也说过 谢市府 谢市长 在去年的时候 如果早就决定 不跟这个原厂商来续约的话 其实他整整有超过一年以上 的这个时间来进行产权的一个移转 不需要等到他已经公告了 然后也把这个标案标出去给新的厂商 然后还没有这个 还产生这个产权的一个争议 对于2月1号的突袭Net行动 牛昌更加码爆料 呼吁金融市长谢国梁向大众说明 我们听到的消息 虽然2月1号晚上 谢市长并没有在现场 不过在1月31号的晚上 谢市长亲自主持 两次的应变会议跟沙盘的会议 那也在这个会议上面 去指示警察进行行政的一个会议 我想这个是社会上大家最想知道 谢市长也有责任跟社会 还有所有金融市民来接触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 台北市仁爱国中建制新世代学习空间 仁爱Smart教室 搭配资讯通 为基础的空间规划 提供了多样化跨领域的教学模式 教室里学生分成小组 透过墙上的荧幕播放简报 向贵宾们发表寒假自主学习作业 有别于传统教室 学生只是被动听讲 仁爱Smart教室 以多模式多中心和可重组的空间设计 让教学变得更多元且具有弹性 我认为这间教室更能融合我们分组活动 以及老师们如果有需要用资讯的东西来教导我们的话 这边有很多比较多的大屏 就如刚刚所见 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理解一些东西 课本上讲不到的东西 电子就可以用更多影片 多元上课 更多元的学习会让我们更活泼 更想要去参与这个课堂 参与这个课堂 自然就可以激起我们想学习的乐趣 就是它跟传统教室比起来的话 我们看多的很多的电子荧幕 或者是还有一些可移动式的这种白板 那当然跟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互动 那就会变得更加的多 那多了这些3C的辅具之后 我们能够在团体的 就是分组的活动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讨论 然后也可以上网去查资料 让我们可以获得到最正确 而且最新的这个资讯来学习 这样子 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 很多的同学 大部分普遍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不敢去发表 就是不敢去讲话 那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设备之后 我们大家就可以 更多的这个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也更多 比如说这个公众的演讲的这种经验 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角落 我们是一个落地式的黑板 可以让孩子们涂鸦 那我们也有白板 这样子 所以我们采用是多模式 多中心 让教育学能够无所不在的发声 仁爱国中校长周婉玲表示 仁爱Smart教室 建置了ICT设备 和可移动分组桌椅 搭配智慧电视 录影直播室 扩真实境AR 及虚拟实境VR等资讯设备 让学生可移动到不同角落空间进行教学活动 更可跨领域进行学习 仁爱国中的Smart教室 采用的是局长的这个理念 就是新世代学习空间多模式多中心 是可以移动的桌椅 然后是以ICT为基础的 让所有的教育学能够灵活的应变 所以孩子们可以到这间教室的任何一个角落 做他们自主学习的教学 还有这个学习 然后天花板我用的是这个彩色的 让孩子们能够无限的去发想 无限展现他们无限的创意 可是他这个桌子椅子还有地面 我用的是比较稳重的灰色这个系列 让孩子们在操作跟探究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稳定的 比方说历史 原来的历史可能我们传统里面 是在教室是排排坐 然后老师就开始上历史的内容 可是在这边的话呢 可以透过分组 那每一组孩子们手上可以拿的pad 可以去上网去查询 就像刚才去查 这附近跟仁爱相关的火圣庙 或者是什么地方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大屏上面 做不同的这个小组的这个分享 那老师是到处可以去看看 不同组别的这个分享的这个状况 那孩子也不必就一直是 像传统教学一直只是在听老师讲 所以他们是可以有无限的 这种自主学习的方式 这样子 那历史 除了历史以外 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去认识台北 所以他也可以去结合同军 因为同军也希望他们能够有台北小旅行 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社会科可以结综合领域 也可以结合英文 因为英文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双语去进行 这样 所以其实是跨科跨领域的 是非常灵活可以运用的这样子 请接牌 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 亲自出席接牌仪式 表示传统教室达不到这样的教学效果 希望在每一行政区 至少找一所学校建置新世代学习空间 那人爱国中 过去是我们智慧校园发展的最好的学校 因为这边有科技中心 之前也做了很多设计 之前我到学校来看 我们也做了AR VR 后来也发展MR的这种系统 算是在台北市的学校里面走得最快的 那我们教育局呢 在去年也特别让台北市的中小学 包括高中 包括国中跟国小 很多过去我们称之为专科教室的改善 或一般教室改善 我觉得那个等级还不太够 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新世代学习的教室 那他的观念呢就是会以ICT当基础 像各位看到这样 不过我跟大家报告 这边每个设施 它的布置的模式 都有它课程的意义存在 你如果说像这样每一个 放在每个角落的话 它可以配合各个桌 各个小组做讨论的应用 它的效果是不太一样 如果说你们看到荧幕呢 只放在前面 在前面的话 那是以老师上课为比较主体 虽然学生还是可以发表 但是效果都不太一样 学生的学习呢 能够透过这样的环境 那大家可以在那边讨论啊 发表 而不再只是被动的听老师在上课 那这个意义呢 是有很大的不同 包括学生怎么找资料 像同学们怎么找资料 然后怎么去练习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一起来做发表 我相信传统的教室 达不到这个效果 同时走进来 这环境不是说只有一个感觉到这个很Fashion 或是很具有美感 或是有科技性 而是它的空间要能够让我们在课程教学 还有我们的学习上达到它应有的效果 才是我们要的 教育局表示 113年度也编列了约3000万建制经费 期待透过新世代学习空间 提升教学意境 带动课程发展 翻转教学 启发多元学习形态 创造教室的新样貌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去年隆登台北市最多人参观的知名景点及历史建物 国父纪念馆 在开馆超过半世纪后 2月26号起修馆 进行52年来最大规模的整修工程 其中大会堂使用超过40年的 后台布幕吊杆控制室 也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现在就跟着国管人员进行最后一次的巡礼 跟着剧场管理组 王建豪组长的脚步 国父纪念馆大会堂舞台后方的 布幕吊杆控制室 首次在镜头前曝光 第三道声 第三道声 一面案件降下布幕 一面还要大声提醒 在这里服务已经35年的陈明志说 这套使用于40年的布幕吊杆控制室 可能是国内最老的一套舞台布幕设施 不但数十个案件全靠人工控制 工作人员甚至还得懂英文版甚至日文版的舞台专有名词 一般来讲我们降下来的时候还会跟大家喊一下 因为要让他们注意说 降下来的时候在下面的人要小心 那但是现在先进的话就不会了 因为他只要有碰到东西他就会提 我们这不是完全人工 所以人要一直在这边盯 对人要一直在这边盯 而且一直要持续地按 三十几道你们怎么记起来 都有分一些英文代号 比如说这个是烟幕 这个是异幕 然后还有所谓的灯光感 还有天幕灯 还有眉幕 就是这些比较舞台上的一些专门用语 听起来蛮复杂的 所以这个要有经验的才能够办法做 对对因为他们有的甚至用英文 甚至用日语就跟你喊 那你必须要知道他要做些什么动作 这也是国附建议馆进行开馆 52年来最大规模整修工程的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提供表演团体更好的表演环境 以让国人有最佳的观影品质 这一次我们国附建议馆修馆要来进行整修 主要是因为整修的幅度非常的大 包含我们全管的这个机电空调的设备要全部更新 那当然因为机电空调全部更新 当然就会那个电就没有办法供应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大会堂的整个设施 基本上面都要翻新 包含了前台然后观众席 还有后台升降设备 这些都要大幅的这个更动 中控设备当然就是维持一个剧场运作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包含了有灯控室 音控室 那还有所有的这个吊杆 灯具等等 那这些东西都因为经过了大概52年的这样的一个风霜 那其实非常的老旧 那为了要因应符合现代剧场的这个需求 所以必须整体的思考 那我们也做了很好的规划跟设计 那要透过这一次的整修的作业来全部的来做一个更新处理 修馆后国内外游客只能透过玻璃观看在政厅的国父铜像 配合整修工程 国父纪念馆从2月26号起修馆两年半 艺文展厅也不对外开放 因此国父纪念馆方面将推出线上展览及馆场巡回展出 继续提供国人艺术欣赏服务 我们会想方设法透过现代科技的方式让大家走进国父建议馆 首先我们目前已经开始在建制环境3D内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将来所有的观众都可以透过网路 然后在电脑前面就可以走到我们场馆里面看到我们馆内的设施 当然也包含我们曾经所办过的一些展览 那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展现 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建制所谓的线上展览 跟实际上面我们会把我们的馆产品 透过合作交流的方式办理巡回展 在台湾的各县市来办理展出 所以不管是虚拟的线上的还是实体的 大家都还是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看到国父纪念馆的产品 民国112年 荣获台北市最多人造访的观望景点 国父纪念馆周边中山文化园区 在景观改造完成后更值得一游 包括目前正值印花盛开的 三张黎支县怀旧步道及中轴林营广场 其中能倒映出周边建筑的印池 更成为游客拍照打卡乐点 包含了我们这个三张黎步道 现在正是印花绽放的时间 那我们馆前面的印池也整理好了 那现在多的水雾跟印池倒影建筑的这个美丽的风光 现在已经变成很多人打卡的景点 所以基本上面 国父纪念馆所在的公园园区环境是非常完备的 所以仍然会是大家喜欢来走访的一个景点 整个整修工程预计要花两年半的时间 希望在民国115年第四季完工 让崭新的国父建管成为升级版的多功能场馆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热潮红倒汗常被认为是更年期 但神经内分泌肿瘤也可能有此症状 医生就提醒如果有此症状持续 最好还是就医查看 60多岁的陈先生7年前健康检查 发现胰脏旁长了乒乓球大小的肿瘤 之后开始出现睡觉倒汗症状与热潮红 进一步检查发现是罹患神经内分泌肿瘤 合并肝转移 经历手术在腹部留下17公分的伤口 他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 不适症状明显改善 其实这个新的合一的治疗方式 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没有它的话 我的治疗的这个消消长长 就是有的缩小有的又长大 所以最后还是这个合一的这个治疗 给我最后整个病情完全熟练起来 吃个药物 但是这个药物基本上它可以吸附在你肿瘤上面 透过你一个受体 所以它必须要你的受体是一个阳性的受体 那个药才可以吸附在肿瘤上面 所以它透过吸附在上面的这个药物 吸附在肿瘤上面药物 直接就把肿瘤杀掉这样子 台湾神经内分泌肿瘤学会理事长陈立中说明 并有经过传统标靶治疗失效 只能反复接受化疗与药蒙治疗改善效果有限 随着医疗进步 目前有精准放射标靶治疗的选择 为病友带来新希望 标靶药物的治疗跟精准放射线治疗 这一块是对它们是没有效的 那如果是长得比较慢的 我们叫神经内分泌瘤 神经内分泌瘤还可以分成它的分泌 还是可以分成三级 所以这个肿瘤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肿瘤 所以诊断了以后 那就是像 就是第一个当然做切片 除了确定诊断以外 你要看看它的分泌是哪一级 因为那个后面也会观测到 你后续的一个治疗 那再加上分析 有了这些资料以后 然后跟医师讨论是说 目前我们有什么样治疗的选项 曾经内分泌肿瘤在过去 我们有很多 有几种药可以用 当然都没有很多 它的化学治疗也不多 它的标靶治疗药也不多 它的和我们用药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就有不同的选择选项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钓鱼 我相信在座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钓鱼 我们都会知道 有的鱼是吃素的 有的鱼是吃肉的 有的杂湿 有的喜欢在上层 有的在底层 有的喜欢大风大浪的时候从来觅食 有的喜欢清真早上去觅食 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下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抓出 每一个种油的特性 然后针对这个特性 我们这个药物进去以后 等着这一个 药物进到血液里面以后呢 它就去找到这个肿油上面的这个 Key of the Lark 然后把这个Isotope在这边 放射性同位处 在这边一方面放出 造影用的这个钢码射线 一方面放出治疗用的这个Alpha 或者是Beta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呢 很直接的杀死走油细胞 和临近的一个细胞 但是对其他的地方 不会造的影响 虽然说这个 我们讲合一诊疗 合一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概念 包括这个我们对这个 神经内灯密流的这个药物的治疗 是大概FDA2018年才刚刚通过的 一个治疗的药物 但是其实这个概念 大概在将近快五十年了 甲状线癌的地方 我们在用点一三亿的治疗 其实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 这个合一诊疗 合一 我相信在座的媒体同学 应该有一些人听到 到以往在开这个甲状线癌 开刀了没说话 对不对 开完刀又讲不出话来 因为这个甲状线癌 我常跟我的病人讲 就是我说 你看脖子这么薄的一层一摸 这么薄的一层面有皮 有皮下组织有肉 后面还有神经还有血管 一个不小心 其实也不是要不小心 书上讲说即使是最好的外科手术 都很难把它移的干净 所以说开完刀以后 以前大家可能就听过 用这种原子点 对不对 所以就是点一三一 那作为一个治疗 把这甲状线癌 因为我都跟我病人讲 全身上下只有甲状线组织 是最特别的 他用这个点作为原料去生产 所以我帮这个点改成了一个 在放射性的点一三一以后 我就可以很精准的去消灭掉 甲状线 正常甲状线或者是甲状线癌的细胞 同时我不去伤害到别的 我又可以看得到它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个其实呢 在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呢 跟新一代的地方呢 就像主持人讲到的 这是一个isotope 我自己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用的是一个 标靶后面配对的一个东西 配对的哪些东西呢 像摄腹腺癌 配流177做Pisma的一个治疗 那或者神经内分泌流 最早开发这种190 后来发现流177更好用 那骨头转移是用雷二三 肝癌的190 或者08i的190 这些有一些东西 已经在临床上面在运用 包括说这个健保在颈腹的 这样这个骨转移的雷二三 甲状线的点一三一 还有很多是在临床上 已经在开发FDA有Proof 那台湾正在很积极的 在这个进步的一些 这些检查的项目 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已故苹果创办人贾博斯 就是罹患胰脏的神经内分泌肿瘤 医师提醒 民众若莫名发生热潮红 倒汗滴血糖疾恶感腹泻 反复性胃溃疡发热咳嗽 气喘心悸与皮肤炎等症状 且持续三个月以上未改善 应尽快就医详细检查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台北市观传局与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议 举办诗情花艺中华插花艺术特展 在台北探索馆展出 超过60件插花艺术作品 与传统诗词结合 展现花艺的纯美风采 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 摆放着大型插花作品 提供市民朋友打卡拍照欣赏 看不过瘾还可以到台北探索馆二楼 欣赏台北市观传局与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 举办的诗情花艺中华插花艺术特展 体验花艺美丽 我们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 在2018、2019就在这边展览过 那当初市民的反应其实相当不错 所以最近我们陆陆续续又接到了一些反应 那所以去年就开始跟 当然去年就有接到反应 所以就再跟基金会来联系 所以我们今天就又有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希望让市民可以来近距离来体验一下花艺之美 那台北市啊 这个一年四季在不同的区域啊 它都有非常美丽的花朵在争艳在绽放 那包括最近的士林官邸的玉琴香 再来的杜鹃花等等 所以到处的花可以说非常的多 那这也是台北市民在景奏生活中 它最美的一个风景 但是在这里啊 也要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啊 除了户外美丽的花之外啊 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探索馆的各展厅 来参观我们这个室内的花艺展览 我们的花展啊 总共会分两个地次啊 总共有60件以上的作品 它会用插花的艺术 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体验不同的艺术之美 所以欢迎大家啊 在看室外的花 它户外的花之外啊 也能够到室内来参观我们的这个特展哦 特展将花艺结合诗词 一经深远 策展人王爱珠老师表示 随着世纪流转有不一样的插花花艺展示 结合六大花器与四大类型的作品 走完展览一圈 仿佛看完一整年花卉风采 主轴呢 因为总共展览有两个T次 然后第一个T次是民间插花 那民间插花我们就顾名思义嘛 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喜欢的一些花卉 那它的色彩缤纷亮丽 随着四季的流转春夏秋冬 你知道像我们现在有春节元宵节 然后接下去我们春天有清明节 然后呢夏天我们到了夏天有什么端午节 是不是 然后也庆祝八八节 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美丽的节日 叫七夕情人节 然后再来我们想秋天 秋天最重要的就是中秋节 对不对 然后久久重阳 那我们从节气来讲 秋天有立秋 有所谓的秋分 那我们到冬天有立冬 冬至 吃汤圆等等的习俗 有七夕情人节的作品 有九九重阳节的作品 那我们可以从春天走到夏秋冬 然后走完一圈 就好像把我们这个一年最美好的世纪 最美好的节日 全部一次看完 应该会带回买心的唤醒 春天是一个很棒的季节 漫花盛开 那二月三月天就是 我们花招花刀的日子 那很高兴我们观传局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们跟艾术老师 以及中华花益委员机会的样子的很棒的一个结合 把花益来带给大家 那 呃 圆中大娃 就刚刚我曾说过花是天地的会下之气 那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那也跟台北市政府这边有很棒的花益的结合 花的结合 那这是真正很棒的机会 观传局也策划多场花益工作帮 由专业花益老师亲手带领大家体验插花乐趣 还有专题演讲济世般讲座 邀请民众一起探索中华花益的文化世界 记者吴军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重可除两年以下 扶行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有间于春节期间 捐血的人数减少 全台协议库存告急 金融市工商经营研究社每年228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遇上好天气捐血相当踊跃 是因为旅美龄也到场 感谢室友及民众慷慨捐血 捐血车上民众玩起衣袖捐出热血 捐血车外民众依据等待 难得天气好民众踊跃捐血 我觉得捐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那因为本身我长期也都有在捐血 所以说今天也来享用捐血 非常的支持 我会希望这个活动能延续下去 捐血救了你命嘛 对 而且现在 而且血荒 时常在缺血荒嘛 所以我也 我也呼吁说大家 一起来捐血 因为你学有在 有在替换嘛 对不对 我捐 我差不多十年前开始捐 然后现在差不多一年 捐血差不多三次 捐血一半 救人一命 基隆市工商经营研究社 每年在228当天 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除了社员热情响应 民众路过 也玩起衣袖加入捐血 我今天是经过看到 对对对 尊了身体舒服点 也可以帮助人 今天这个活动 在基隆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我们希望说 把这个爱心做给到 那个需要的人 早上 其实早上天气蛮冷的人 是比较少 但是现在越来 人潮越来越多了 我们希望说 能冲破往年的记录 原本我们只是办 这样的一个活动 没想到呢 受到所有市民 这么样的欢迎 所以我们每一年呢 就办得越来越起敬 所有的会员呢 通通加入在这个行列里面 来带动大家 一起来捐血 基隆IMC啊 他长久以来 就有228捐血的日子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 不仅是这样 有很多的基隆市民也跟着 刚才我就碰到一个乡亲 他跟我讲说 我去年跟前年都有来 去年我有跟你照相 我说那你明年要来 他说一定来的 因为228捐血日 已经成为了 他每一年固定要来的日子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我也相信基隆IMC 会持续做这样的活动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主办单位准备丰富的赠品 送给捐血民众 天气寒冷 全国闹雪荒 社团发起捐血 呼吁更多的人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基隆IMC 捐血一带 救人一命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台铁三坑车站旁的 无障碍设施出入口 因为地面排水不佳 经常积水严重 导致人以足及长者无法通行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 邀请公务处等单位现场会刊 针对路面下方排水系统 先进行检视 再进行改善 三坑车站旁的这一处无障碍坡道 从过年前就积水不退 德厚里里长尝试的改善 却发现水根本排不出去 一些轮椅族啊 或是说妈妈推的娃娃车要过的时候 他觉得说这样子都过不了 而且他不能成 那边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 那所以说他就利用这种无障碍坡道上去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 其实对他是很危险的 万一滑倒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 那我们尝试着要把它打通 但是打通之后发现里面都已经是阻塞了 所以才曾经给益作 找来市政府公务处居公所等单位会刊 却发现靠近台铁围墙这一侧路面 都有积水问题 市议员郑文庭要求市政府 重新检视下方排水功能 解决积水问题 这个地方又比较低洼 那只要下雨呢 就会大量的积水 那等到天晴的时候呢 因为他没有排水口 所以这些水只能靠太阳照射来蒸发 那所以像我们过年到昨天为止 这么长一段时间 虽然都是晴天 但是那个还是积水的状态 那今天一下雨 他马上又很快速的累积 许多的这个积水在上面 那对于民众出入山坑车站的 这个安全来说 也是很大的一个疑虑 那轮椅经过的话 整个积水根本不可能有轮椅会走那一个地方 那轮椅可以走的地方积水 他没办法走 他势必要走到马路上来 那又有这一个坡砍等等这一些障碍 对于我们这一些身心障碍的同胞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不方便 那因此我们希望公务处能够尽快的来完成 那也非常感谢公务处承办人员 他们也体谅到这个状况的一个严重性 他们有承诺会尽快来施工 此外德厚里里长也反映 龙安街198202向路面出现破损 下坡处容易打滑 希望能够争取路面重新铺设 车子在经过的同时 它会有一些起口起口 这样子造成路面的损坏 那长久以来 因为一直以来 它都没有作为说长大的维护 那现在这边居住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会担心说 它的安全在山坡地的情况 就是负荷使用的 所以我们才澄清给益座说 希望公务处或其他单位能够帮忙协调一下 在这个路面的养护上面能够有一个改善 原则的划分是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子划分 但是这样子划分下来 会变成龙安街那一段是由公务处在主管 那如果以这个德厚里来说的话 就只有外面那一条路 是由公务处围管 但是进入巷道的部分 因为他们整个里 几乎都在198项跟220项的范围内 那最近在这里又有一些新的社区 新的大楼完成 然后很多住户进驻 所以使用这两条巷道的民众增加 那他们出路的安全上 就必须要更加的留意 因为围管单位的不同 所以变成是要由区公所来围管 那大家也都知道区公所的经费有限 那因此我们只能请这个有人孔盖的这一些厂商 一起来协力把这两段的部分 一起来做一个路面的刨铺 由于巷弄地面的围管单位分属于市任府公务处和区公所 道路要全面刨铺有其困难 市议员郑文婷将请管线单位在施作人孔盖时协助将道路重铺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而针对林又昌部长的说法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特别出示财政部有关促餐法及施行系者的公文 回应表示 东岸商场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 也就是109年底产权就应该移转给市府 东岸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针对林又昌部长指出 东岸商场的营运资产移转是发生在营运届满后 对于这个观点 市政府发言于志明特别回应说明 东岸商场促餐案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 也就是109年底产权就应该移转给市府 首先东岸商场的产权是属于基隆市政府所有 并非是NAS所主张是他的 此点毋庸置疑 再者 林又昌部长根本是在混淆市厅 因为促餐案件就算是优先订约 也是重新订约的概念 而不是续约 所以早在第一次五年合约期满的时候 也就是109年底 产权就应该要移转给基隆市政府 林又昌就是应该要完成登记 记者黄润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再带来关心 针对基隆东岸停车场及博爱停车场 重新招商营运 市府宣布将成立改建监督委员会 邀请民间专家学者监督与参与公共建设 并定期公布会议的内容与市民分享 针对基隆两处重要的停车场 东岸停车场跟博爱停车场 重新招商营运 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改建进度与过程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表示 市府将用更佳的模式让各界来监督 针对于我们基隆市区内部 目前有两座停车场 那分别是东岸停车场 还有博爱停车场 那在未来的ROT改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基隆市府期望 能够以透明而且公开的方式 来邀请专家们一起来参与 我们也将会开放多数的席次 让来自民间各领域的专家 共同组成一个改建监督委员会 那首先呢 关于这个改建监督委员会 它的成员组成的方式 市府将会积极的与各专业工会 来进行联系的动作 我们也会在近期主动联系 律师还有建筑师等同业工会 并请工会能够推派出重要的成员 来担任我们这个监督委员会的委员 并且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也将会是由民间人士来进行担任 在未来的改建内容 我们也期望能够透过 严格监督的运作程序 来让各领域的专业人才来协助把关 并且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方式 好好的来监督东岸停车场 还有博爱停车场 未来的方向 并且我们也会以每三个月一次的进度会议 来向外界来持续公布我们会议的内容 以期望能够创造更优质的停车环境 记者黄瑞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营养化碳终结者Noco醬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单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搞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